甘肃夏河发生5.7级地震 部分房屋受损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四川古林煤矿顶板垮塌事故 被困矿工全部找到 事故造成六人遇难 一人受伤 英国货车惨案调查迎来新进展 英警方确认遇难者多为越南人 涉事司机今日出庭 A股放量上行 区块链板块集体大涨 政策东风下 区块链技术录向何方 价差最大近一倍 对标餐厅暗藏玄机 机场餐饮为何同城难同价 美国宣布 极端组织最高头目身亡 中东地区反恐形势 会否迎来转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持续蔓延 20万人紧急撤离 20点33分北京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晚上好 我是马鲁涛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谢颖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首先我们来关注 在今天凌晨 甘肃省夏河县发生地震的 最新的情况 那么根据了解 这次地震的震级为5.7级 震源深度10千米 截止目前再未接到 人员伤亡的报告 不过这次地震造成了 部分的房屋受损 目前救援和灾情调查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 这次地震震中 位于甘肃省甘南州 夏河县渣油乡 距夏河县城18公里 甘肃多地震感明显 震中附近20公里 有房屋开裂 砖墙等破碎 掉落 在兰州 有市民拍到家中顶灯 有轻微晃动 过程持续30秒左右 甘南消防救援力量 已于凌晨3点30分 到达震中 周边救援力量 正陆续抵达增援 全县5个乡镇 有超过130户的房屋 出现受损 以我现在所在的 这个当浪沟村为例 这个村子是距离震中 最近也是受灾程度 最为严重的村子之一 像我右手边的这个墙 它的墙体跟我们的主体建筑 是已经产生了裂缝 最宽的裂缝 是由我的手掌宽 房顶的砖头 是落了不少到地面上 因为这个墙体 它是临近村子的主要道路 所以今天早晨 村民们对这个墙体 进行了临时的安全加构 当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 一个多小时 就已经经历了三次有感地震 村民也反应特别的迅速 在十分钟之内通过 我们的互相呼喊 或者说是微信群的通知 十分钟之内就集结到了 我们村子的文化广场上面 而五十顶帐篷 现在已经运迹现场 如火如荼的正在搭建当中 记者从夏合县政府了解到 镇中附近有乡镇 但人口不多 目前全县正在详细排查灾情 暂未接到人员伤忙 和房屋倒塌报告 部分群众已被撤离 至相对安全区域 据了解 夏合县目前天气晴朗 部分乡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 另外在10月26号 位于四川省古令县的一处煤矿 在作业的时候突遭顶板垮 目前被困的矿工已经全部找到 这次事故总共造成了六人遇难 还有一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当地政府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同时开通医疗救援绿色通道 抽调救护专家赶赴事故现场 开展医疗救治 据了解石瓶一矿 于2012年8月正式投产 核定生产能力每年120万吨 10月26号早班 下警人数275人 事故发生后 该矿立即撤出 警下其他作业场所人员268人 有7名工人被困 经过40多个小时的紧张搜救 28号凌晨30 救援人员找到最后一名被困矿工 但已无生命体征 此次顶板垮塌事故 共造成6人遇难 1人受伤 其中一名伤员也送往医院 得到有效救治 生命体征平稳 占无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 上周发生在山西湘原县的一起 煤矿透水事故的最新的进展 我们截至目前 警下仍有4人被困 救援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 不过由于这个积水量太大了 这救援作业是一直是在排水 在今天下午首个地面的钻孔顺利打通了 将会全面提升排水量 10月25号23时45分 山西湘原县 山西湘矿西固县 煤业有限公司 发生透水事故 事故发生时 警下有职工104人 安全升警100人 4人被困 事故发生后 湘原县立即组织相关部门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展开救援工作 经专家初步估算 警下积水量约75000立方米 4名职工的被困区域距离地面 均超过150米 当地采用主鞋井安装水泵 富丽井安装水泵 地面钻孔排水等 三种方式排水救援 28号下午1点 首个地面钻孔顺利打通 下午上后 这个地面钻孔有两个功能 也是为掌家排水通道 去民地上排水料 这就是朋友们 利用砍制衣机 对经济水井经济砍 截至今天下午1点 井下水位已下降35厘米 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英国一货车发现 39具遗体案 自本月23号发生以来 在持续的发酵 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今天这个事件 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我们马上就来连线在 英国伦敦的路透社王子欣 子欣您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吗 好的 鸿桃营 我这里获得的最新消息 是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 截止目前已经是逮捕了5人 那么其中包括货车司机 25岁的来自北爱尔兰的 莫里斯·罗宾逊 那么现在他已经被指控 犯有39项过失杀人罪 以及串谋犯运人口 以串谋协助非法移民 以及洗钱等罪名 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的 更新消息显示英国28号 已经向4名的遇害者信息 已经是将4名遇害者的信息 是发给了越南的外交部 以证明这些遇难者的身份 那么罗宾逊我们看到 本人在英国当地时间 28号是来到了 位于伦敦东边埃塞克斯郡的 切姆斯福德地方法院出庭 那么同时被逮捕的 还有货车的拥有者 一对英国夫妇 以及另一名20多岁的 可能和这起案件相关的卡车司机 那么根据警方调查显示 与39名死者一起偷渡到英国的 一共有100多人 那么他们是被安置在了三辆车里 那么其他的偷渡者 现在应该已经是安全 进入到了英国境内 那么根据英国当地媒体 《静报》的更新报道指出 在39名的遇害者中 那么可能有将近25名遇难者 是来自越南的同一个村庄 那么英国警方在26号也是宣布 集装箱中的遇难者都带了包衣服 以及其他的随身的行李 那么目前警方已经是有500多件物证 那么其中包括手机 但是由于很少有遇难者携带身份证件 那么这也是给身份的识别工作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 英国警方还在对遇难者的DNA 来进行检测 而我们最新看到的消息是 罗宾逊下次的出庭 是会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 那么这里也被称为老贝利 主要是负责处理英格兰和威尔斯的 重大的刑事案件 那么在英国货车惨案事件调查 仍没有明朗之际 27号法国的执法机构 是在一辆冷藏货柜车中 发现了8名来自阿富汗的非法移民 那么其中就包括4名儿童 那么同样为避免被热成像仪查出 当时的这个货柜里的温度 是只有7摄氏度左右 那么8人均有低体温症状 那么我们看到 随着这个脱欧局势的震荡 欧洲是涌现出了大量的移民潮 那么从欧洲大陆过来 英国的偷渡客中 有不少就葬身在了 英吉利海峡的运输过程中 那么跨国的偷渡犯罪国际链条上的 每一个环节是都应该被杜绝的 但是打击这个犯罪链条的主要责任 无疑是要由英国和欧洲国家来承担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 英国也是在进一步加大搜查范围 以打击这种恶性偷渡的行为 交换给你 好 谢谢子欣 从伦敦发回来的最新的消息 而对于这起发生在英国的货车惨案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也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做出了回应 耿爽表示 中方分别与英国 越南有关部门 保持密切的联系 外界关注此事应以事实为依据 不能主观一策 中国驻英国使馆 一直与英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要求英方提供更多有效信息 以便进一步核实遇难者身份 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问题 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合力应对 共同打击 中方愿通各方一道 积极为此做出努力 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 在关注这起事件的时候 要以事实为依据 也不能先入为主 也不能主观的议策 这里我愿指出 中国驻越南的使馆 也在同越南的有关部门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进行了第18次的集体学习 那么这也引发了全球 对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关注 我们看到周五美股开盘的时候 区块链及数字货币概念股 是强势的上涨 中概股区块链板块 也是集体走强 迅雷的单日涨幅竟然高达 107.8% 翻了一倍还很多 其实不仅是美股 在今天的护身两市早盘 也是集体的高开 A股放量上行 而其中区块链 更是成为市场的热点 相关的概念股纷纷涨停 周一 护身两市早盘高开后 持续走高 成交量也明显放大 市场做多氛围浓厚 截至收盘 创业板指深成指均涨超1% 个股普涨 涨停加速超150家 受消息面刺激 区块链概念股集体爆发 带动科技板块整体走强 IT 软件服务 互联网板块涨幅 均高达5%以上 业内专家表示 未来区块链技术 会和5G 物联网等技术 融为一体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 相关科技行业会受益 从未来市场表现来看 区块链概念股行情 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相关上市公司 会出现一些分化 区块链的技术布局 场景应用 业绩释放 还需要一定时间 一些公司也不排除 概念炒作的可能 因此投资者要注意相关的风险 主要的还是第一架的 题材性的科技股 这些个股在区块链上 目前主要的 都还是一种题材性的炒作 能够实现未来业绩 可能还任重道远 如果说是一个 假区块链概念股 可能它怎么涨上来 可能后边就会怎么跌下来 不凡有一些业绩非常糟糕 并且它的净资产 都是为负的 那么增长率也是 为负的一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的标题 我觉得就要慎重追涨 我们知道在区块链技术 众多的应用当中 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比特币 区块链政策利好的提振之下 也是带动了 包括比特币在内的 各种虚拟货币的价格 在水涨船高 可是这个水涨船高 是不是意味着 虚拟货币的春天就要来了呢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又将给哪些领域 带来新的机遇呢 继续来看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 非常广泛 以延伸到数字金融 物联网 智能制造 供应链管理 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 今年以来 国家网信办 已先后发布了 两批境内区块链 信息服务备案清单 从两批清单中 共计506个 备案服务的属性来看 云服务平台员 存证 电子票据 发票 证照等 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场景 区块链技术上 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那么区块链1.0的话 主要就是数字货币 区块链2.0的话 就是金融资产数字化 比如说像股权 债权 保险 我们可以登记在区块链上面 区块链3.0的话 就比较长远 就是它渗透到各行各业 最早我们能看到的 肯定还是在 就是金融IT领域的 一个爆发 业内人士认为 对于区块链技术应用 政府一直都是鼓励支持的 但鼓励区块链的发展 并非虚拟货币的春天来了 对于利用区块链 发行虚拟货币 炒作空气币 打着区块链旗号 搞资金盘的 是坚决打击和禁止的 我可以再呼吁一下 投资者慎重地考虑 不要投资这些加密货币 从投资角度来看 主要是2B的 也就是我们银行金融机构 对区块链更感兴趣一些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可能目前的区块链概念股 和比特币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只是纯粹的概念炒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的区块链 成了最火的那么一个词了 可是区块链究竟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在上海的财经频道 特约观察员许竖泽 竖泽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观察吧 好 音音你好 什么是区块链呢 比如说我要网购老王的煎饼 我给他打了钱 他不发货怎么办呢 于是我先转给支付宝 支付宝代为保管 老王发了货 钱打给你 但问题在于 如果我确实转了账 系统坏了 那怎么办呢 有谁能够证明 我确实转了账 这个事呢 用区块链的技术 在这个时候 你转了账 你就可以发一条微博 上面写着 我给老王转了10块钱 看到的请转发 于是每一个转发 这条交易记录信息的人 都成了区块链上的一环 老王发了货 老王也发条微博 我发货了 看到的请转发 于是所有对这个事 围观并转发的人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叫公有链 在这个公有链上 整个网络来记录 你们俩所有的交易信息 所以这个信息 绝对不会丢 就算有一个人 转发的信息丢了 还有很多吃瓜群众在转发 所以信息是绝对安全 也不会被篡改的 所以本质上 区块链技术 就是这样一个分散的账本 账本越多 记录的人越多 你们的交易记录 它就越安全 但是话也说回来 一切都是有成本的 你账本多了 你得配会计 对不对 你不给会计发工资 别人凭什么 来帮你免费的记录 这些信息 比如说比特币 它作为 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应用 它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挖矿 每一个参与比特币 网络的区块链的计算机 都相当于给网络提供计算力 就好比是这个账本的会计 你多劳 你多干活 于是你就多得 得到的是什么 奖品就是这个比特币 但是说回来 虽然叫它币 但是比特币本质上 它其实根本不是货币 因为大家知道 古往今来 你要想发行一个货币 那你背后 必须要有资产的支撑 古代发行货币需要什么 你背后得有黄金 得有白银 对吧 当今现代的货币 背后一定要用 政府的信用支撑 来作为一个背书的 可是比特币 如果你说它是货币 那它的价值 究竟是建立在 什么东西之上 不知道 恐怕这可以入围 当今世界前十大 未解之谜了 说到货币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央行 在2014年 就已经开始筹备 现代的数字货币了 它的底层的技术应用 就是使用了区块链 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 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 你可以用它来记录信息 记录知识 记录财富状况 甚至记录病例 将来用它来打击盗版 对吧 因为将来是用整个网络 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这些都可以来记录 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记录 海市蜃楼 如果有一天清零了 不是账本的问题 而是账上的资产 本身的问题 所以说到这些 各个央行的 有威力的大老虎们 如果这些真正的央行 数字货币老虎们发威了 恐怕今天像玩具一样的 虚拟货币 就会露出他们 Hello Kitty的真面目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 谢谢树泽 非常有趣的比喻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 受到新一轮较强冷空子的影响 今天内蒙古 东北 华北等地 出现了大风天气 气温也是随之的下降 部分地区降温是达到 10摄氏度左右 而这股冷空气 还给北方多地 带来了阳沙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 冷空气继续东移 影响我国 淮河以北大部地区 有4到6级风 局部地区阵风可达10级 内蒙古 宁夏 陕西 及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沙尘天气 在冷空气作用下 以上大部分地区 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 局部地区降温8到10摄氏度 另外 内蒙古中东部 东北地区 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加雪 局部地区有大雪 今天清晨 北京城区北风净吹 树叶被吹落一地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 北京今天平均风力5级左右 阵风风力可达8 9级 预计大风天气要持续到今夜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 北方多地风力较大 人们出行要做好防风措施 防范高空坠务 注意用火安全 冷空气是给北方多地 带来雨雪天气 而在南方的江西高温少雨的天气 仍在持续当中 这个重度的干旱呢 也是让江西赣州其成的生长 受到不小的影响 10月28号上午11点29分 江西惠昌县气象局 人影作业队进行人工增育作业 作业人员现场发射人影火箭弹两枚 10分钟过后 10分钟过后雨量明显增大 由发射前的毛毛小雨变成了中雨 这个作用太大了 因为像今年的话 我们酒院到现在一直都没雨 现在呢就是影响这个人工降雨的话 对我们的果能的话 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汗都解决了我们的很多实际问题 汗情出现后 惠昌县气象局密切关注天气 连日来先后进行人影作业四次 共发射人影火箭弹12枚 20多万亩骑程局右的汗情 得以有效缓解 价差最大近一倍 对标餐厅暗藏玄机 机场餐饮为何同城难同驾 美国宣布极端组织最高头目身亡 中东地区反恐形势 会否迎来转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持续蔓延 20万人紧急撤离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机场餐饮价格 一直以来这个机场餐饮价格贵 是不少我们消费者共同的感受 所以这个下调价格 也就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一个诉求 我们注意到在今年年初 国家民航局表示说 将会在全国推出一个 同城同志同驾的行动 听起来力度还是很大 是 确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很多机场都表示 纷纷举手表示同意 并且要响应 表示说要落实这项的政策 可是他们做到了吗 我们的记者日前通过调查发现 很多城市的机场 并没有真正地做到 同城同志同驾 而即便执行了 也是走样了 这里是国内某一线城市机场候机楼 每个店铺门口都贴着一张醒目的标牌 上面写着同城同志同驾 在这家餐厅 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餐厅的菜品价格是遵守承诺的 同城同驾 同城同驾 记者在菜单上看到 咖喱牛腩饭的价格是59元 港式奶茶12元 一碗米饭6元 不过随后记者在位于市区的 这个品牌餐厅却看到 这三种的价格分别是 36元 8元 3元 其他的菜品也同样便宜了不少 也就是说相同菜品 机场价格比市区价格最多的贵一倍 最少也在20%左右 在该机场候机楼 另外一家快餐店 汉堡套餐的价格 从45元到70元不等 一杯448毫升 每式咖啡价格为19元 而在市区同品牌餐厅 汉堡套餐的价格 在32元到50元之间 即使同样的咖啡 也要高一元钱 我不知道外面的价格 反正就是会比外面贵 机场它是单独的 机场店都是 不仅是汉堡王的机场店 麦当劳的都贵很多 在这个南方城市的机场候机楼 记者走访了多家餐厅后发现 这里只有少数几家餐厅 写着同乘同价的字样 在这家餐厅记者看到 店内招牌菜品 红烧牛肉面套餐的价格 为59元 记者经过比较后 这家餐厅绝大部分的菜品 都比机场便宜20%左右 在市区的另外一家餐厅 记者看到 这两款套餐的价格 分别为52元和42元 但在机场的价格却为65.5元和60.5元 即便如此 这家餐厅在一个角落里 还摆着同乘同价的招牌 对此负责人给了记者这样一个解释 这是牌子 是忘记拿走了 忘记拿走了 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有些机场虽然挂着 同乘同制同价的标牌 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当中 要么只是和市区某家餐厅相同 要么就是推出不同的菜品 让消费者还是难以比对 我们继续来看 在南方某机场候机楼 记者看到每家餐饮店门口 都贴着同乘同制同价的标牌 不过仔细一看 这些标牌下方 还专门标注了 对标餐厅的具体位置和名称 我们是跟科洛维是同价的 跟哪里 科洛维市区的有个科洛维店 是一样的 和科洛维是同价 跟别的地方不同价 对 跟那一家是对标的 其他的话 因为我们的餐是不一样的 这位负责人解释道 之所以对标某家餐厅 是由于这家餐厅的 店铺租金等运营成本 和机场比较接近 其他的餐厅由于情况不同 就执行比较低的价格了 同样在这个机场 有些餐厅虽然标了 同城同制同价 但却找不到 与市区餐厅相同的菜品 即使套餐名称相同 但内容却不见相同 有的多一个配菜 有的多一杯饮料 就是它是单独的 价格组合在一起 它没有我们这种 像套餐优惠 机场接换正在和他们 在进行沟通 现在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打破品牌方的 这样子的一个 干预到它的一个 品牌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策略 所以汉堡王和大家乐这两家 我们正在跟他们 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推动 机场商家的文字游戏 管理部门的约束不利 使得同城不同价的餐饮 屡遭吐槽 似乎成了常态 这机场餐饮 同城同制同价 为什么迟迟执行不能到位呢 继续来看记者待会儿的调查 在记者调查的两个城市中 多家餐厅负责人表示 开店成本高 是机场店价格贵的主要原因 其中租金占了绝大部分 同等面积租金 比市区平均水平 高20%以上 有些位置好的店铺租金 甚至更高 例如一间大约100平米的店铺 在城市中心地段 每月租金大约在30到40万元 而在该城市机场候机楼 登机口附近 租金却要翻倍 除此之外 由于机场地理位置偏远 员工的人工成本也要高于市区 像我们经理的话 在那边上半一个月补费多500 员工一个小时多两三块钱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除了租金 人工等成本因素 还有一些是部分餐厅的主动定价策略 有些餐饮品牌在销售体系中 根据人流量的多少 人为设置了不同价格定位 人流越多的店铺 价格越高 机场店铺就被列在高价格定位区间 事实上早在2018年的年初 民航局就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提升民航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 其中已经就提出了 要推动机场餐饮同城同质同价 要创新机场特许经营管理模式 要杜绝后机楼餐饮服务乱收费 所以说这规定其实一年多以前就有了 但是我们看到 虽然目前还是有些机场的餐饮店铺 仍然存在的同城不同价的现象 不过也有记者发现 还是有不少机场 已经开始加紧推进机场餐饮 同城同质同价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记者看到 机场几十家商铺门口在醒目的位置 都贴有品牌方的承诺字样 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个承诺书从某种意义上 相当于开业许可 这是机场在招标签约之初 就对餐饮品牌方提出的要求 另外机场和餐饮企业 共同形成一个检查监督机制 要经常抽查暗访店面 是否实现和市区的价格对标 无论是说这个档案 它的建档 它的对合同的旅约的情况 对价格日常的抽查 还有就是对市区的不定期的这种抽查 与旅客满意度测评的结合等等 形成多维度的这样一个监控体系 平时在机场我感觉一般都是比市区 要贵上大概10到20块钱吧 但是这里就没有 感觉都是跟市区差不多的价钱 然后服务特别好 今年3月15号起 深圳机场对航站楼内 30多家商铺的300款零售商品进行限价 要求做到与深圳市区便利门店价格保持一致 同时大力推进更多入住品牌 同城同质同价 前不久乌鲁木齐机场宣布 15家便利店 7家餐饮店设同城同质同价柜台 整体价格下降25% 除此以外 上海 成都 南京 银川等机场 也在积极推进同城同质同价 对此专家指出 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和成本影响 监管部门不能强制降价 不过机场商业管理部门 可以把监管重点放在事前准入条件上 同时从执行层面 机场和餐饮企业要力争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让餐饮品牌有动力降价 机场里边的一些餐饮经营厂家 我可以联合起来 联合采购和联合配送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物流成本分摊下来 这样就可以达到这种集采 集配的这样的作用 就形成规模效益 然后来降低成本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央视财经携手腾讯 全民K歌发起了同唱一首歌 线上万人大合唱活动 共唱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那么这个活动在互联网上掀起了 共唱爱国歌曲的热潮 同时这个活动也创造了一项新的 吉尼斯世界记录 我们现在一起去认证现场看一下 恭喜由央视财经 腾讯全民K歌 共同发起的同唱一首歌活动 获得了最大的同唱一首歌 线上音频集 吉尼斯世界记录称号 10月28号 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官正式宣布 同唱一首歌 吉尼斯世界记录挑战活动 挑战成功 并向央视财经 腾讯和全民K歌 颁发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官方证书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从9月12号到10月1号 央视财经携手腾讯全民K歌 共同发起了同唱一首歌 线上万人大合唱活动 吸引了众多唱歌爱好者 共有113万人参与演唱 《我和我的祖国》 同唱一首歌活动上线以来 全网的整体曝光量近8.5亿 微博话题的阅读量近1个亿 有超过4000万用户参与了这样一个活动 美国宣布极端组织最高头目身亡 中东地区反恐形势会否迎来转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火持续蔓延 20万人紧急撤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根据最新的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 将英国脱欧期限推迟到 明年的1月31号 英国脱欧的日期一再延后 已经让不少英国民众感到忧心忡忡 在位于英国东南部萨福克郡的 一个农贸市场 威尔逊正在自己的蔬果摊位前 与顾客交谈 尽管目前脱欧僵局 尚未对自己的生意 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但在他看来 脱欧确实已经脱了太久 由于英国与欧盟在农业方面 有着紧密的贸易往来 脱欧最终期限的一再延后 英国府院之争的不断持续 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让英国不少农户 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据了解 英国议会下院 将于今天也就是28号 就是否在今年12月12号 提前举行大选进行讨论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已经在本月24号表示 如果议会下院 同意提前举行大选 他将重启以暂停的 脱欧协议立法进程 好了 我们再来关注 阿根廷大选的结果 根据阿根廷国家选举委员会 27号晚上公布的计票结果 中左翼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阿尔维托·菲尔南德斯 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 获胜当选了下届总统 那么鉴于目前 阿根廷经济深陷困境 菲尔南德斯的执政之路 将挑战重重 刚刚胜选的菲尔南德斯 现年60岁 曾在2003至2008年 担任阿根廷政府内阁部长 帮助阿根廷走出了 2001年经济危机 在经济政策方面 菲尔南德斯反对 现任总统马克里的 自由开放式经济政策 主张实行外汇管制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金融方面 菲尔南德斯希望建立 限制投机资本法规 贸易方面 他主张保护本土产业和中小企业 扩大对外贸易顺差 财政方面 他倡导采取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 然而 有分析指出 菲尔南德斯将要面对的是 严峻的经济发展挑战 自2018年4月起 阿根廷会市曾多次大幅波动 今年8月 菲尔南德斯赢得总统大选初选时 阿根廷股市会市剧烈震荡 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曾在一天之内 一度暴跌超过36% 主要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8% 迫使阿根廷央行动用5000万美元外汇储备 紧急救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将今年阿根廷经济增长预期由-1.8% 大幅下调至-3.1% 大选结果出炉后 阿根廷央行迅速发布公告 宣布将实施新的外汇管制政策 新政策中 每人每月可购买美元现金额度不超过100美元 通过银行账户购买美元额度不超过200美元 阿根廷央行表示 这一政策是为了稳定比索汇率 保证央行外汇储备 政策将持续至今年12月 当地时间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极端组织头目巴格达迪 已在美军与叙利亚西北部进行的一次 针对他的夜间军事行动当中自杀身亡 昨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带了世界的第一次权势主席 阿布 巴卡尔 阿伯达迪 特朗普称 在美方的军事行动中 巴格达迪被逼入一个坑道尽头 随即引爆自杀式炸弹背心身亡 此后进行的检测确认 身亡者是巴格达迪本人 他还表示 美军从此次行动中获取了 大量与极端组织相关的 高度敏感信息 特朗普表示 此次行动大约在两周前启动 显示出美国对于持续打击 包括极端组织在内的 恐怖主义势力的决心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 感谢俄罗斯 土耳其 叙利亚 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 在此次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 此前有媒体披露 有关此次突袭行动的细节 报道称 数十名美军以及多架直升机 参与了这一行动 美军低空进入伊德利布地区 对极端组织的一处堡垒 发起绝密行动 行动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极端组织于2014年 占领伊拉克摩苏尔后 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 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所谓哈里发国 此后多次传出巴格达迪死讯 但均未获得证实 在27号这天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 也是播出了一段 据称是美国在叙利亚展开 针对极端组织最高头目 巴格达迪的突袭行动的画面 一起来看一下 除了夜间爆炸的画面以外 还有一段白天拍摄的视频 画面显示地面上有一处弹坑 看上去像是焦火后留下的痕迹 弹坑中还有带着血迹的衣服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 27号发表声明称 伊拉克情报部门 在长达一年的追踪后 确定了巴格达迪 在叙利亚境内的藏身处 为美军针对巴格达迪的行动 提供了重要信息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声音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27号说 俄罗斯的军方还没有掌握 有关巴格达迪在美军行动当中 身亡的可靠信息 他表示目前声称 参与了这一行动的国家 或者是武装组织不断地增加 但是他们所描述的行动细节 充满了矛盾 这让人对于这次行动的可信度 产生了怀疑 分析人士认为 巴格达迪之死对于极端组织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将会推动中东反恐 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是并不足以摧毁该组织 中东乃至世界反恐形势 依然厌峻 在国际反恐高压态势下 巴格达迪的末日迟早要来 国际反恐问题专家普遍认为 近几年巴格达迪 之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来说 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符号 极端组织整体势力衰败 已是大势所趋 巴格达迪的死讯将会大大挫败 中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境内 恐怖分子的士气 短期内提振国际社会 在中东反恐的信心 推动中东反恐 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也应清醒认识到 巴格达迪的恐怖遗毒 远未肃清 极端组织近些年来 进入化整为零的状态 更加值得警惕 加之中东地区 资深恐怖主义的土壤 仍然存在 从长期来看恐怖组织结构 呈现扁平化和分散化的特征 越来越明显 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 实施袭击的威胁仍存 中东乃至世界反恐形势 依然严峻 好的 视线再转向美国 我们继续来关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火 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由于山火持续蔓延 加利福尼亚州州政府 已经要求20万人紧急撤离 这些山火已经造成了 近50万户停电 部分的建筑物也被烧毁了 当地政府已经宣布 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来看报道 截至27号 加州北部索诺马县的 金卡德山火过火面积 已达到12,141公顷 约合121平方公里 大量建筑被烧毁 目前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火情 得到控制 超过3000名消防员 正在火场扑火 据加州消防部门透露 27号当天索诺马县最高风速 达到每小时145公里 由于担心大风天气 会使山火蔓延到人口密集地区 政府部门已将人员疏散范围 扩展到有17.5万人口的圣罗沙市 当地时间27号清晨 加州北部马厘霍市 又出现一处新的起火点 且正在向当地的居民区 及学校靠近 于是当地一所大学里的师生 被迫紧急疏散 加州各地近年来山火频发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去年11月发生在加州的坎普山火 就造成数十人死亡 大量建筑物被复制一聚 而今年山火最严重的地区 就是索诺马县 它是美国加州著名葡萄酒产地 与纳帕山谷齐名 这次山火可能会对当地葡萄酒产业 造成重大的打击 好 再来看一条 日本有关于购买汽油的新规 三个月前 日本京都动画工作室 是遭到人为的纵火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媒体报道说 凶手的纵火用的是 从加油站购买的大量的汽油 而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26号确认 将就管控汽油销售发布新规 这项管控汽油销售的最新规定要求 顾客购买桶装汽油时 经销商必须确认购买者的身份证件 登记他们的姓名 购买时间和数量 并询问用途 违反规定将面临行政处罚 而对于那些拒绝出示身份证件 拒绝说明购买用途的顾客 卖家可以报警 不过给汽车加油将不受这一新规的限制 这项新规预计将于明年2月1号起实行 今年7月18号 日本京都动画公司第一工作室 遭人为纵火 乘36人遇难 一名嫌疑人被抓 调查显示 这名涉嫌纵火的男子 事先在加油站购买了大约40升汽油 悲剧发生后不久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开始要求汽油经销商 在销售汽油时确认购买者身份 但一些经销商反映 买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政府决定出台硬性规定 来规范桶装汽油的销售 现在距离2020年 东京奥运会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 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那么近日日本东京奥组委就公布了 为入住奥运村的各国运动员准备的请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制作床的材料竟然是硬纸板来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既然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里 将会使用的床具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床框啊 整个都是由硬纸板制成的 这个景象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奇妙了 那现在我们来坐上来感受一下 坐上来的感觉还是相当的稳当的 据了解奥运村内每张标准款床宽90厘米 长210厘米 床框高40厘米 承重重量为不超过200公斤 东京奥运会期间 奥运村内将提供约2.6万张硬纸板床给运动员们 这也将是奥运史上首次在奥运村 采用以硬纸板为材料制成的床 此外特制的床垫也保障了床的舒适度 每张床垫由大小相同硬度不同的三部分拼接而成 对应的肩部腰部和脚三个部位 运动员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改变排列顺序 调整不同部分的软硬程度 奥运会结束后 这些硬纸板床将全部作为废纸回收利用 除了硬纸板床外 奥运奖牌也来自废品回收 主办方史无前例地选择了 以废弃电子产品中提炼的金属作为原材料 历时三年 从近8万吨废旧电子产品中 提炼出了5000枚金银铜奖牌所需的全部金属 以环保理念打造奥运会 也成为东京奥运会的一大特色 好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经过五昼夜海上航行 昨天我国长征五号摇三运载火箭 从天津港安全运地海南文昌青南港 火箭完成一系列装配和测试工作后 将择机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实施发射任务 长征五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绿色环保型 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基本型 全长约57米 起飞重量约870吨 起飞推力超过1100吨 近日青藏高原研化大规模科学调查工作展开 中外专家在西藏 青海 四川 甘肃 云南等地 已经普查登陆的重要研化点近300个 研化是远古重要史料 是世界文化遗产 青藏高原发现的车辆研化 剪影牦牛 爆竹鹿等研化 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与交通 具有独特的艺术研究价值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 赤峰市希拉木伦河流域迎来了大批的南迁候鸟 数以万计的窦雁 红雁等在附近的湿地稻田里逗留 赤峰市是东亚至贝加尔湖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 每年春秋两季 境内湖泊湿地变成为鹤类 大宝 大天鹅 雁鸭类候鸟的迁徙通道和驿站 深秋时节 北京房山 坡峰岭 百瑞谷等自然景区 枫树 白化 杏树等彩叶树 由葱翠的绿色渐次变为黄 橙 橘 红等多彩亮色 从空中俯瞰 宛若巨大的调色板 绚烂多彩 微微壮观 当地时间27号凌晨 美国德克萨斯州亨特郡格林维尔市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两人身亡 另有十多人受伤 警方称枪击发生在一个大约有750人参加的聚会上 一名男性使用手枪行凶 行凶男子目前依然在逃 当地时间27号 在法国巴黎附近桑利的一个拍卖行 售出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 弃马不哀的作品 其成交价达到24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1.88亿元 这也是拍卖前估价的四倍之多 这幅名画是在法国康比涅一名老妇人的家中找到的 当时这幅画就被悬挂在老妇人自家的厨房里 据曼谷邮报报道 近日泰国苏美岛的一名渔夫 在今年早些时候捡到的一块 重约6.3公斤的精的呕吐物 被证实为珍贵的龙咸香 估价在32万美元 约合226万元人民币 龙咸香也称龙腹香 是抹香精肠内分泌物的干燥品 自古以来就是名贵中药和高级香料 据韩国当地电视台日前报道 感冒尤其是发烧的时候 去蒸桑拿很危险 因为体温迅速升高 很可能导致脱水甚至脑损伤 同理感冒时盖上厚棉被 让自己出汗也不是好办法 特别是对于体温调节能力较差的孩子来说 有可能引发热痙磷 导致失去意识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 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稍后请您收看央视财经评论 锁定财经频道 更多精彩期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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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